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去年年底 殿陰天后謝金燕做了真眼手術 還曬出眼睛包紮的術後照片 讓粉絲們都相當擔心 隨後她向粉絲祝賀新年快樂 稱2022用我最真誠的肚臍眼跟大家打聲招呼 用我最新鮮的6塊肌跟大家說聲Happy New Year 並大方曬出驚實的6塊腹肌 蠟暈不少網友 此外 她也曬出多張拆下紗布的正臉自拍照 對著鏡頭露出甜美微笑 看上去恢復得相當不錯 有秀場天王之城的諸葛亮 踏入演藝圈多年 曾出演過多部影視作品 其流利的口條和鬥趣的主持風格 更是為觀眾帶來許多歡笑 沒想到 這位綜藝大哥 竟在2017年5月因大腸癌離世 享年70歲 突如其來的消息 讓一票圈內外好友和粉絲驚惡不已 如今5年過去 仍有不少人會在新春期間特別緬懷她生前拍過的賀歲片 女兒謝金燕更透露夢到了爸爸 她在社交平臺上發文表示 謝謝老爸到我夢裡來 你是不是知道女兒在想你了 夢裡的諸葛亮依舊幽默風趣 還不斷地在她的耳邊傾訴著想要玩撲克牌 讓她感慨直言 你真的是一個很逗的老爸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想起我們一起在病房裡玩牌的快樂時光 老爸新年快樂 另外 她也在文中附上諸葛亮和劉德華在電影中玩牌的劇照 並在文墨說 這張照片其實是自己起床上網刷到的 一時有感而發 不少網友紛紛留言 懷念永遠的秀場天王 祝小燕新年快樂 很懂姐姐的感受 至親離世的痛真的很難過 姐姐加油 每逢佳節被私親 除季那天我也想起了過世的阿公 表達了對諸葛亮的思念之情 2016年5月 謝金燕在姨子演唱會上播放片長200秒1287字的VCR 自嫌母親委屈求全與小三共識一夫 並爆出母親容忍諸葛亮長期在家使用暴力的醜聞 並在慶功宴上與家人抱頭痛哭 諸葛亮在沉默22小時後 錄製長達10分鐘39秒的短片 講了約1800字話來反擊 醜事都掀出來 女兒爸爸的心都沒有這麼壞 反正我要做一個情 我做爸爸時 以前對孩子不好 想彌補一下 讓他接納我 沒想到我看一半離開 後來才知道這個VCR宣布我的醜事 隨後也曝光了謝金燕在美國產私生子的事 面對父親的反撲 謝金燕人間蒸發 經紀人求求拒接電話 簡訊也是已讀不回 諸葛亮表示 演唱會時 他看到一半就離開了 沒想到女兒在後半段將她的醜事抖出來 接著又重提當年謝金燕發生嚴重車禍 稱謝金燕發生車禍的時候 我就立刻去醫院幫忙 去救她 甚至借錢來幫忙 是她出手相救 從鬼門關將女兒搶救過來 還說 人說吃果子也要掰樹頭 何況我是你的爸爸 難道你連一點感恩之心都沒有 後來她又突然拋出 我想該不會是因為我兒子在旁邊 因為我出國深造 我兒子在他的旁邊 他生的這個孩子是他的哥哥帶他去美國生的 兒子至今都沒有告訴我 這多殘忍 我都忍耐 孩子的爸爸是誰 我兒子知道 我都不知道欸 我就想來想去 是不是他的關係 被我猜到 她也提到開心的節目《萬秀豬王》 希望靠女兒的名氣拉抬收視 一直呼喚對方 但一直不理她 最後無奈說 你討厭我 你說我在家使用暴力 這個是以前 你媽媽 你們姐妹後來都住在我家 難道這種事你現在講 我不會受傷嗎 希望觀眾原諒我 記住 我從付出以後 我在媒體都講 我的每個太太都很好 我自己賭得很厲害 是我不好 所以對不起那些太太 我都已經講了 為什麼你這句話現在才講出來 我受傷那麼重 謝金燕小姐 祝福你 謝謝 謝金燕和姐姐發生車禍時 她媽媽沒錢向我求助 我就借錢去醫院救她 希望從此她不會恨我 後來姐妹出院 謝金燕知道我已離婚 就和媽媽三人一起來和我住 她媽媽那時還炒米粉讓我們一起吃 謝金燕變成電音天后 稱沒有靠爸爸 可諸葛亮反駁道 但你當初想當歌星時 是我找劉家昌和楊董事長做了《受不了你的酷》這首歌 賠了很多錢 當初還是我帶你去上節目 難道都沒靠我一點點嗎 對於和謝金燕的矛盾會不會是美國大兒子在引起的 她就讓兒子回到美國 果然謝金燕就私下到華市送衣服來給她 但她當時太衝動 覺得為什麼不能公布 不過後來還是認錯 像這種家事 過去各雜誌都已經報導過了 這次VCR播出來 好像送她中槍 傷到了她 係數下來 諸葛亮共有過四段婚姻 生了五個孩子 謝金燕就是她和第二個妻子的女兒 而她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的人 不僅吃著碗裡 看著鍋裡 還經常對謝母拳打腳踢 有著這樣的父親 謝金燕的童年很是痛苦 但即便如此 她的心裡對父親依舊很是在意 並沒有因此痛斥父親 然而 這對父女的感情沒有維持多久 便幾度觸交 15歲的謝金燕參加綜藝節目出道 結果還沒來得及在娛樂圈摸爬滾打 她就在1991年發生了重大車禍 多處骨頭斷裂 使得她不得不停掉所有工作專心養傷 好不容易恢復狀態重回演藝圈的時候 父親再度出事 因為適度欠債兩億 逼不得已只好隱退躲債 因為找不到諸葛亮 債主們將矛頭轉向了謝金燕 自此 謝金燕的日子裡全是法院 船票和債主 父女倆的感情也一度下降到兵電 為了幫父親還債 也為了家人不被騷擾 她更加拼命地工作 好不容易債款還了大部分 日子一天天好轉的時候 諸葛亮卻突然宣布付出 靠踩著女兒駁了不少熱度 這對父女把私下的恩怨全部搬到了明面上 甚至想要解除父女關係 直到2017年 諸葛亮檢查出了癌症 關係才有所緩和 估計謝金燕雖然憎恨父親 但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失去父親吧 2009年 謝金燕被爆出未婚生子 當時兒子年僅12歲 叫謝順福 呆弟 謝青燕 貓咪 而對於親生媽媽喊Jerny 可見她對兒子保護到家 只低調地透過簡訊承認此事 儘管多年來外界揣測聲浪不斷 但她至今仍封口不替兒子生父身份 沒想到 一名自稱是諸葛亮生前助理的戴南 向周刊爆料說 小燕的孩子爸爸是楊宗憲 百分之百 這是我們當時就知道的 這不是小燕親口跟我說的 是謝順福跟我講的 還說當初謝金燕原打算赴日代產 但後來因簽證問題作罷 最後選擇到美國生產 對此謝順福響應記者 除了謝金燕本人以外 沒有人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 謝金燕的兒子如今約二十多歲 但她的生父一直是個謎 對於外界的猜疑 謠言 謝金燕都不願多做回應 九年前被媒體爆料藏有私生子時 她先是透過經紀人表示虛構的指控 不做響應 當天稍晚時 再度發聲明承認了兒子 當時楊宗憲就被懷疑是生父 但遭她否認 對此代難解釋 楊宗憲應該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孩子的爸爸 對於感情世界極為低調的她 罕見公開感情現況 被問到會想再婚嗎?她本人也親自做出回應了 近期她大多待在家中防疫 期間也不忘透過社群網站與粉絲互動 更透過現實動態的問答功能 開放網友提問 其中 被問到如果結婚會離婚 姐姐會想再結婚嗎?她先是反問一句 你呢? 接著又在底下補充說明 強調自己沒結過婚 因此不應該用再字 此外 她這次還一改神秘作風 幾乎是有問必答 就連面對外界最好奇的感情題目也沒有閃躲 被問到有男友嗎?她親自回答 沒有 在這樣坦誠的回答下 眾多網友又翻出了關於她被報未婚生子的事情 當時她的簡訊是這樣回應的 謝謝大家給我對外宣告的機會 希望大家幫我一起保護她 因為有她而幸福 才有生活的動力 此後她再不接受任何媒體的訪問 也始終未公開孩子生父 不知不覺間 距離諸葛亮去世已經過去三年了 這三年中謝金燕逐漸變得低調 也沒有什麼非文 一個人把孩子帶大 而面對感情問題 她也成長了不少 將重心放在工作和孩子身上 坦誠地對待愛情二字 孩子長大了 她也漸漸老去 眼看就要50歲了 希望以後她的日子可以越來越好 往事隨焉 也祝願母子倆往後能夠永遠開心幸福 喜樂安康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